但咱們也很愛吃了 我聽到一些是有一段時間的口味 柔軟的腿肌 麻煩你了 我知道要吃了一段時間 莫大肌 麻煩你了 我打算吃完一段時間就沒事了 我也沒有理會,因為我打算是小事 我覺得自己要鼓起很大的勇氣 在1996年,我先生打一個新的家序 阿余回到我們家序 在那裏認識了她 因為我負責跟進她 其實阿余是一個很活潑開朗的女生 有她在現場都會很開心 那時大約97年左右 想住一年左右 覺得自己身體心跳得很快 覺得很不舒服 然後去看醫生 醫生懷疑我有甲狀腺 叫我驗血 驗血後一兩個星期 她通知我回去再復診的時候 就告訴我有甲狀腺這個問題 她說你要吃藥 一段時間再觀察一下你的情況 當時我打算吃完一段時間便沒事 都沒有什麼擔心 我打算很輕鬆 漸漸消瘦的時候 她的心開始跳得很緊要 她就自己去檢查 找醫生檢查 發現有甲狀腺的問題 回來告訴我 我也鼓勵她 相信神醫治你 初初信心都很大 對於神一定會醫治我 其實當時看西醫 醫生就告訴我 要吃一年半至兩年的療程 吃完之後再看看身體的反應 後來我聽到一個親戚 她也有這個病 她吃了藥很長時間 她告訴我 原來她是吃了一年至一年半的藥之後 停藥之後她再犯法 這個病的起因 其實是剛出來工作 第一份工作 工作壓力很大 還有當時其實 其實我的上司對我的要求都很高 她要每一件事做得很好 其實我當時因為工作壓力大 還有心情都會很緊張 經常不知道怎樣處理 甚至乎在我身體的反應 就是這個病的反應之下 令我很辛苦不可以上班 這段時間都是要在家裡休息 而且我也要去試不同的醫生去看 試過看中醫、西醫和自然療法 為什麼要試那麼多不同的醫生呢? 因為他們的果效都不是那麼大 身體很辛苦的那段期間 其實我都會要去吃藥 都是忍不住 都是覺得很辛苦要吃藥 所以其實這一段時間 其實是面臨一個很大的掙扎的時候 就是好像重複不斷去試不同的事情 但是結果都不是自己想像中 是有一個好的幫助的 是重複做一些的事情 但是都是沒有幫助 所以其實這一段時間其實是很辛苦 很辛苦的時候 她都會打來告訴我 我都會鼓勵她 如果你真的覺得很辛苦 那你也可以吃藥 舒緩一下你自己的情緒 只會因為病而更加影響你的情緒 都鼓勵她 如果你真的吃藥 不是代表你不相信神醫治你 其實都可以吃藥 按撫你自己的信心去到哪裡 我都會在想 其實神是會用什麼途徑去醫治我呢 其實她會是藉著我去看一個醫生去吃藥去好 還是藉著神醫治一次性的 這樣就已經好 其實都有這些思想 自己內心會有這個問題去反覆去想 其實我家人跟我的信仰是不同的 他們是信佛教的 他們都很緊張我的 很疼我 但是他們對我的信仰是不贊成的 他們會覺得 你為什麼要信耶穌 你信了耶穌你就搞成這樣 他們言語上是反對我的信仰 但其實他們都很疼我 我爸爸他們都會經常帶我去看不同的醫生 即一聽到有些親戚介紹說 哪個地方有醫生可以治治甲狀線 他們就會帶我去看 甚至乎回大陸去到很遠的地方 他們都會跟我去看 即花費都會用很多錢 甚至乎我當時又沒有上班 沒有工作 其實很多經濟的來源都給我家人 他們是這一方面給我一個經濟上的支持 我都會覺得很感謝他們 在家裡的時間 其實我都會去跟家寶去談 其實當我遇到一些問題 身體狀況很辛苦 現在不可以再支撐 就這樣跟家寶談 他們都會去鼓勵我 他們是給了很大的力量 給我去支持我 在信仰上面繼續去走一條信仰的路 繼續去相信 其實神會去醫治我 我都會用回神的時候 要忍耐 要去相信 神要去醫治你的時候 有他的時間在 可能神現在在考驗你對他的信心 其實在2001年的時候 我就開始覺得 不可以再拖了這個病 已經拖了幾年了 那我都很想真的去直著神去醫治我 那我就落了一個決定 我一定要交給神 無論情況如何都好 總之我要將這個問題交給神 那我那個時間開始去傳福音 那都會去參與教會的傳福音 那決定了之後 其實傳了福音 就是初傳的時候 其實都會覺得會很累的 或者搭車的時候 那就是 因為都要入 其實我自己住旺角 那要出天水圍傳福音 那都會 車程啊 那都會覺得累的 初初 那但是我自己想 其實都是一個禮拜一次的時間 那都不是一個經常性 那我覺得都可以應付到 還有我想真的去 有一些的事情去做 那就繼續去傳福音 那直至到兩三個月左右 然後就有機會去參加 副牧師傳威的報道會加聚 那個聚會完結之後 傳威就說我們祈禱 集體祈禱 那當時我就覺得很感謝神 其實我上去之前 我都沒有預計有這個情況 我自己有機會可以去接受祈禱 那但是感謝神 神真的很愛我 就是給我第一次上去參加這個聚會的時候 那我就可以有機會去接受醫治 那當時我就按在我自己的頸上去祈禱 那祈禱完之後 我覺得當時的身體 真的覺得很輕鬆 覺得自己很舒服 那個舒服是真的不同以前的 整個身體很輕鬆很舒服 那我知道感謝神 我知道自己是在那一刻好 我知道神真的醫治了我 那你將我擦裂 除非心中失憂 和我一定 越過淒血和風上 我心中忍信靠你 心志願求 今天我要獻一切力量 跟著你帶領 不惑情情力去上 那大概過了半年左右 那我去看西醫染血 再去檢查過 那就證實了甲狀腺的數 是恢復正常的位置的 那其實就知道甲狀腺是完全的好 那還有 就是留意自己身體的狀況 還有眼睛 頸那些的情況 其實都是正常的 由2002年正式好 到現在2007年 那都整個五年的時間 那就知道完全沒有復發過 還有中間我又沒有吃過藥 那其實如果是有問題的話 其實甲狀腺那些就會 一停幾個月就會復發 那我整個五年的時間都沒有復發過 就知道是完全的好 並且其實 我知道其實很感謝神 原來我把自己的問題擺下的時候 把我自己的眼光 只是專注在神的上面的時候 原來神就會去醫治我 解釋一下 就不知道 我去醫治我 我去醫治お咨嚐